HELLO 大家好,我是店主網的Herman 今天想跟大家介紹一個外國比較普遍的飲品 巴黎銀龍朱古力 我做了一點研究,法國熱朱古力其實都有分很多種做法 美式,意大利色也有,比利時的也有,法國也有 我自己比較過,法國的層次比較多 所以我決定介紹一個法式的熱龍朱古力給大家 材料有70%可可濃度的黑朱古力,大約70克 鹽,一小小 肉桂棒,有一條 糖,10克 可可粉,5克 香草精華適量 牛奶,300毫升 首先,把朱古力切水 切完之後,可以放在煎臂 然後倒入全脂牛奶 首先把肉桂棒放入鍋裡 然後倒入全脂牛奶 在這裡就可以放香草精華 你視乎多少,你就自己調教 這個是適量的 然後開小火煮牛奶 8分鐘 煮完8分鐘之後,就可以把肉桂棒拿出來 拿出來 拿出來後就可以放可可粉 攪勻 然後加上去 就可以加入你的鹽 適量的鹽 我覺得我加的多了少少 最後的味道 比較重 糖就可以分開 一邊煮一邊攪拌 攪拌至融化為止 當糖都融化後 就可以加入70克的巧克力 這個法式巧克力 特別之處是 不會像意大利的色那種 要加入鷹粟粉去煮稠 它會越煮越稠 越厚 你要自己一邊攪拌 一邊看著 看看你自己喜歡 一個濃度的巧克力 就很適合 可以上碗了 用微甜的餅乾去煮 真的很好 今天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 法式熱龍巧克力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和讚好我們的Facebook 下次再見 Bye